友情提示 这绝对是一部让人留下心里阴影的电影 本片改编自震惊台湾省著名的人面与世界 据说还没有人敢看第三遍 请把期待直提到死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台湾省的南唐湖边 湖边几个大叔正在垂掉 随着浮飘下场 一条罗飞鱼被吊了上来 直接用石破砸死 随后小伙烤至外苏里面 然后几个大叔就吃了钱 一边吃还一边吃 突然听到有人问他们鱼肉好吃吗 众人四处观看 却发现周围并没有人 最后却惊恐地发现 声音竟然来自烤炉上的罗飞鱼 众人被吓得瘫坐在地 随后看见鱼身上竟然长出了人脸 其中一个大叔开始疯狂呕吐在鱼 另一个则是直接用脑袋撞天使 钓鱼的红文雄就惨了 只见从鱼腹中钻出一股黑烟 疯狂地钻入了红文雄的嘴里 然后双眼就失去了光明 回家后的红文雄 直接杀了妻子和五个女 造成了轰动台湾省的面门惨案 随后警察抓捕了红文雄 但是他却口口声声要见虎爷 虎爷本是城隍爷的坐骑 是一只专吃鞋碎的老虎 他曾经帮助郑成功打败了魔神仔之母煞魔神 被当地人民奉为守护神 阿诚就是郑成功的后人 同时也是虎爷的代言人 阿诚一眼就看出了是魔神仔作所 可是虎爷已经很久不上阿诚的身了 于是阿诚只能选择游扎魔神仔 随后开始了驱出仪式 可是不成想这个魔神仔却厉害得很 竟然让阿诚也陷入了幻境 关键时刻 徒弟们出手帮忙才压制住了魔神仔 下一秒一团黑雾从红文雄体内里出 想要钻进别人的体内 阿诚眼疾手快 直接将黑雾包住 然后送入一条鱼的体内 最后把鱼放至锅里 炸至两面金条 一事结束之后 弟子就把鱼扔进了路边的垃圾链里 可是却被两个倒霉孩子发现了 这本该是一条死鱼 可是下一秒 两个小男孩被吓了一条 随后死鱼竟然又吐出了一只小鱼 两人顿时就不怕了 小明竟然还把小鱼带回家里 妈妈对此事也没太在意 可是之后却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事情 妈妈是一个演奏家 晚上正在练习弹钢琴 可是却突然发现琴剑中夹杂着鱼鳞 下一秒 前夫竟突然出现在家中 不仅如此 自己刚刚收拾好的屋子 再次回来屋子又变回了乱七八糟 开始以为只是出现了幻觉 根本不会想到是鱼精作祟 他赶紧吃了几片张脑吧 可是刚关上出轨 镜子里就出现了另一只 他怀疑自己的抑郁症可能又严重 突然客厅里的摄像机发出声音 里面播放着小明和前夫一家温馨的花围 他气得脑子也不好使 质问小明是不是不要他 小明竟然也恶语相向 坦言看不惯疑神疑鬼的他 他开始变得更加疑神疑 一回头竟然看见一个转发 半夜小明被噩梦惊醒 突然听到浴室有动静 拉开帘子查看 发现妈妈竟然在看一条鱼 吓得小明连连后退 可是下一秒 妈妈又恢复了正常 小明知道肯定是这条鱼出了问题 于是带着妈妈找到了阿诚 希望虎爷出手消灭这条鱼 随后阿诚开始做法 因此也窥探到了鱼精的记忆 得知了鱼精本体的埋葬位置 于是阿诚决定前往埋葬地 和鱼精决意死战 殊不知一切都在鱼精的意料之中 这是史上最地道纯正的寝神咒语 结果过去了半个小时 不仅没有请来虎爷 但是却请来一帮魔神仔 诸多弟子都被魔神仔上身 开始了自相残杀的局面 阿诚虽有骤应护身 但是也双拳难敌四手 他们甚至还当众羞辱虎爷 最后弟子强行拉着阿诚撤退 阿诚很不甘心 于是找到父亲帮忙 虔诚的向虎爷捣了 决定再去一次蓝坛 他挖出了鱼精的本体 正打算毁尸灭迹之时 被魔神仔附身的弟子不讲武的 搞起了偷袭 阿诚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 他赶紧便出井神咒 五爷终于现身 随后开始驱散徒弟身上的魔神仔 可是家中的父亲却感觉到一阵心光 赶紧让徒弟用伏击预测 结果得出一个恐怖的答案 原来不单单是鱼精作祟 而是三百年前被虎爷镇压的 煞魔神复苏 而煞魔神就是魔神仔的老大 他利用于金兜营虎爷上山 想借此机会向虎爷复仇 而此时的阿诚终于消灭了 众多魔神仔 却发现了自己死去的老婆 虽然和老婆情深一切 但是阿诚知道 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幻想 被破坏后的老婆 直接献出了真实 果然是那个该死的鱼精 正想要给他最后一击的时候 鱼精开始向煞魔神求救 紧接着就冒出一团黑雾 将阿诚甩向了远处的树场 直接将阿诚的腹部击穿 煞魔神也终于隆重登场 与此同时 阿诚的儿子瞬间继承了鲜位 成为了新一代的虎神 阿诚想要起身迎战 但是此时已经回天法术 看着强大的煞魔神离境 阿诚做了最后的决定 他发动念力再次念中 以生命为一 请黑虎将军下火 新一代的虎神儿子遥相呼应 瞬间金光加持黑虎将军 神魔大战一触即发 最终父子俩联手 再次击败煞魔神 而阿诚也永远地离开了 小明的妈妈 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是另一个英国 也还是在继续 这可是收拾呀 没有啦 太夸张了 哪有没有夸张啊